哈嘍 各位朋友 又見面了開心的時刻 抽卡再分享 今天抽到的是這五張 太陽卡的部分 信心 要有十足的信心 相信自己現在有天地為依靠 只要莫忘出發心 虔誠度以及精進心 天地將不復苦心人 他一定會助你一臂之力 太陽聖的導師 今天來講就是 中立的 分享會 這當中 要出發去坐車 確實有一些 事情發生 但是心裡念的就是 一定要去 趕快邀約別人 不管是怎麼樣 盡心去做 迎接善良的人 所以 就發生很微妙的事情 就跑出了 幾位朋友 曾經認識的 離開超馬的 現在又可以重回超馬 真的是感恩天地的安排 第二張卡 抽到的是快樂 向前行 一切 一切人事物等等的遭遇 都是過往累積來的 要能夠 運用智慧以及正向去面對 去解決 只有堅定 保持這種心智 往前行 不要回頭看 你才能沒有主力 的重新將生命組合起來 平安快樂的 努力盡盡 太陽聖德導師 非常棒的 這一張卡 跟剛才太陽卡 都是相連結的 因為 有太陽光光的幫忙 只要照著 超級生命密碼 基本該做的去做 一切就會 水到渠成 第三張卡 富有卡 抽到的是 面對真我 要勇於面對自己的真面目 武裝自己 就容易被許多言論搞亂心智 自我感覺良好 到後來失去自我 亂了原先的腳步和計畫 同時也浪費人生重要的點點滴滴 太陽聖德導師 這張卡對應的就是一個 要設定 設定自己的目標 在能力範圍內 一步一步的設定 達到目標 再重新設定更新 這樣才會有落實感 更會想要往上爬 往上提升 當設定正確 接下來就是執行的問題 富有是一個實際層面 不是口號 千萬不要眼高手低 人身定位也是一樣 自己提升後 外面拉你往下墜的可能性就會減少 想一想 自己為什麼會跟老闆不一樣呢 就是要去 真實的面對自己 秒秒GPS 透過地址規再調整 不要再漏得 第四張卡抽到的是 得香卡的部分 運用感恩的能量 只要試試感恩 秒秒感恩 相信對方必定會感受到你的溫暖 因為一切都是能量場 感恩是浪漫 關係的催化劑 自己的反應和對方的互動 兩者之間的作用力息息相關 想要獲得幸福 首先自己要運用感恩的信念 強化彼此的關係 太陽聖德導師 這一點已經 練習了一段時間 更能感受到 抽到這張卡 也就是要再加強 熟練度 純淨度 感恩的真心度 所以 非常開心的得到這張卡的提示 繼續 秒秒感恩 最後一張卡 幸福卡抽到的是 自省無聲 因為日子太忙 故里故外的所事特別多 對自省無聲的每日大事 早已丟在一旁 進而漸漸地在生活 身體及心靈上 聚集某種不圓滿的能量 導致在生活或命運上 產生嚴重的影響不可不慎 所以 在忙碌當中 一定要跳脫出來 再檢醒自己 這裡要去察覺 今天的生活境 就是過去累積的 每一天的當下都是過去 以及現在 所以 生活境就是 當下的成績單 要從各方面去 搜索了解自己 哪裡不圓滿 導師勸人溫和行事 千萬不要動氣 很多事情是過去沒有大策大悟 過去種種的不應該 所以懺悔行願 這是一定要再加強的 要以真誠感動 天心方能波轉 假心假意 更導致實現縮短切記 若有餘力 經常翻閱超級生命密碼 也算加分 若能落實 到時也許會有柳暗花明 又一春的驚喜 也就是說 不要去 自欺欺人 也不要欺騙 別人 更不要欺騙天地 這才是明智的選擇 抽到這張卡 也就是要告訴自己 更要去 懺悔的部分 行願的部分 若能懺悔 地址規 等等都是必須要在 精進的 所以 生活進就是一個 成績單 今天非常感恩 抽到這個卡 給自己一個訊息 感恩導師 也非常開心 今天的中立分享會 能量很強 回來的途中 看到太陽公公 還會 微笑 與我們玩遊戲 真的是很妙 接下來 下一場 即將在 高雄 原山飯店 4月7號 星期日下午2點到5點 在高雄 烏松區 原山路2號 也可以趁此來看看高雄 因為現在是寒流正盛之旗 來感受一下 生命朝氣 同時 來感受一下天地的愛 無所不在 邀約 四方朋友 高雄的朋友 可以來參加 愛與感恩 驚喜分享會 祝福大家 晚安 明年見 星期明 晚安 姐夫 旅行